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现在我在河北省围场县赛寒吧 现在我在台风湖 上午从那个 其实早晨在那个旅渡口 中午在那边吃吃饭过来 现在在这个台风湖呢 那个还跟大家聊聊 站在草原聊洗脏嘛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那个 就是说不建议大家开房车 直奔西藏 路上不玩 大家出发直奔西藏这种 不建议开 因为我呢 有过三次进藏经历开房车 然后有过一次自行车的 然后有过一次自行车是从石家庄 不是,从石家庄 然后骑到拉萨 那个 第一次是火车进去的 飞机出来的 老是听别人说西藏怎么怎么着 第一次我们四个人去管药 买了五百多块钱的 因为不知道嘛 因为老是 西藏呢 没有老牛啊 说的那么浅 但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我呢 是有个亲身经历 经历这几次 所以呢 我呢 谈谈这个事 其中呢 谈完了也有很多人回复 但有两个人回复呢 说你这前后矛盾啊 你不建议别人去 你自己开房车去了三次了 这个呢 我第一次是因为年轻 想去西藏 我是第一个拉着拖挂车 就是拉着拖挂车去西藏的 第二次去呢 是因为一个公益活动 就是我带着一个盲人 这个女的是 这叫河北广播电台的 叫李燕 然后大家网上有这个资料 也有这个视频 然后再来他呢 就是触摸西藏 让因为中国呢 有太多的盲人 他们健全人很多人都去不了西藏 怎样呢 让他呢 因为咱们看到的西藏呢 只是咱们看到的 明眼人看到的 让他感受的西藏呢 他讲给他那个群体 因为他又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公益活动 是由大连急速方车赞助的 这是去的 第三次去呢 纯属于被动 是因为那有一个人呢 就租了一辆伊维克的车 3.0T的发动机 他是北京的 到了那个 过了雅江 就是过了二浪山就走不了 就是一挡哼哼哼 其实他就开始不停的修车 其实车是没有毛病 那个车他就上不了高原 一上高原 他就是出现这种高反 车的高反批 现在你知道的啊 全就是去西藏的 只有伊维克3.0那款发动机不行 其他的什么2.5的2.8的 伊维克也没问题 有人回复 说是去4S店刷电脑 增加个高原包 这个呢我不清楚 别人是那么回复的 这个你自己问4S店 有的人说4S店不给做 说做了这个呢 你这个车就不给你治 发动机就不给你治保了 这个呢你自己 如果你是这款发动机 你自己找4S店 好好问问 其实没有什么矛盾的 有些人回复呢 他说 我说在高原做不了饭 洗不了澡 我为啥说告诉你做不了饭 因为高原都是要高压锅 这是一方面 更一方面是你没有心情去做饭 你想买房车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五十来岁是年轻的 都六十来岁了 开着车在做着饭 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做饭 不是说做不了饭 人家当地人咋生活啊 当地人是用高压锅 煮面条煮饺子都能要干了 他说我这个人说 我说我行 你行仅仅代表是你自己 因为你才可能年轻三十多四十多 你让六十多岁的人在那 他就体力就吃不住了 你我做直播或做这个视频 我面对的是众多的人 是大部分人 我要给大部分人讲 有这种敬畏之心 这种安全性 你仅仅代表你自己 我呢 告诉大家就是这些利与弊 我没说它强制不行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所以说呢就是哎 我今年五十三去年五十二 我五十二的时候 我一天就是一顿冷不定 我粥一斤酒还行呢 今年我五十三 我就粥不了一斤酒了 这就是去年跟今年一年 你这身体变化 你没到那个岁数 你体会不到 我车上 我这车房车在这 我车上装这个车顶帐 有一个人六十多岁了 我说宝贵你装车呢 我也想装一个 我说你看啊 我那五十多你六十多 你六十多 你六十多上车呢 你就别扭了 就不方便了 我五十多认为我 一直在户外 一直锻炼 我这个身体还行 它适合我 你六十多你爬到车顶 那个房车三米多高 你上尾梯上去 这最简单的道理 你年龄差一岁 那差的很大事 你别说差十岁了 你用四十多岁的时候 五十多岁 你亨兰六十多岁的 那肯定它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呢 人者见人智者见人 你自己的车 我是给你提这个建议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讲讲啊 去了怎么克服高反 为什么不能洗澡 首先说人克服高反 第一 人是世界上 你知道 唯一懂得心理暗示的动物 就是说 以前看的故事 准不准不知道 也是传说 就是 德国人就是 这个纳粹吧 就是说把这人抓起 以后做这个活体实验 就把人绑在那儿 把眼睛蒙上 然后把手 拿那个冷水刀 割一下 还没有割破 然后就有个管子 那滴着 表示他在外流血 结果这人他就死了 他是说呢 就是说他认为 他自己在流血 最后 而且他死亡的症状呢 也是就是说 失血过多那种死亡 那种症状 人是懂得心理暗 所以说呢 就是你作为司机 因为你开车 其他人都是坐车 你坐开车这个司机 你不要总抱海拔 你即使抱海拔 你也要少抱 比如说这个四千 你就抱个两千五六三千就行 你不要往高抱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 你可以自己试 你走到大街上 你啥啥没有 然后你上那个药店都能量血压 你去量一次 有时候你可能那血压 它就有个叫临界 就是一百四 他要说完你一百四 其实你走着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他要说你一百四 你立马就觉得头晕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 就是不要给同伴 给什么老抱心 抱这个海拔 不停的往高 说是五千了 五千他立马就 你说三千 上次我拉那个盲人去 他也看不到 我说到就是多少 他躺着呢也没事 这明眼人一般他不开车 他不往外老盯着看 他也不知道海拔多高 所以说呢你就尽量往少抱 这是第一 第二为什么不能洗澡 洗澡呢会带走 是让你加速你的血液循环 带走大量的氧气 让你呢就是更加严重的缺氧 这是就是就是这是洗澡 不是说不能洗澡 就是尽量少洗澡 而且头两天你不适应 而且到了西藏 你洗澡的欲望也非常低了 就跟我去就跟我在草原那一样 你像我现在穿着雨 这是现在这是今天端午节 我穿着羽绒服呢 这太冷了 你到冷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个欲望 特别西藏 中午的时候哎呀说晚上 今天晚上可以洗澡 到晚上一会天一凉 冻的滴了多少算了 一样的道理 这是就是说 第一 然后呢吃饭呢不要吃的过饱 吃个五六六七分饱就行了 你吃饱了你的胃要加速工作 胃一工作也是带走大量的这个 这个血液循 增加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一样是好你的氧气 然后呢有些人上西藏 说不让喝酒不让抽烟 但我上次一二年去 我们那俩伙伴去 人俩是蹲着喝抽烟也没待我 他也没事 这是因人而异的 这不是我上次去 那个就带着盲人去 人家西藏那个 西藏就是西藏日报 日报社的记者 叫安文 说你看宝哥 你这个事迹挺好 我给你报道报道 晚上我请你吃个饭 咱们觉得挺感动 晚上吃饭 我在平原喝酒闹半斤 没事啊 那天我还自己长了些 我说你看这高原 我少来喝二两吧 我就喝了二两 那真的是睡不着 你坐在哪 你躺在 就是肌肉翻过头睡不着 因为本身你到高原了 一缺氧 你这个睡眠 睡觉质量 就非常不好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 都是因人而异 听过来一句话 说要治百病 不治百人 这就是一个道理 有些人能适应了 有些人不适应 适应不了 所以说呢 你要有一个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哎我尽量加点小心 我去玩去了 但我不是来玩命来了 你得这么想 他行的 你想想开着房车 四吨五吨 一爬牙口爬五六千 五千多 六千没有 这边你上阳湖上 上那个 那麽座 都得过五千多牙口 那他真是费劲的 不是 你去了你 我说的做不了饭 做不了饭是因人而异 你个别人有时候 我们在秋夏湖三千六也做过饭 但进了藏区 你就累 连累得啥 你就没有 不是做不了饭 是你没有心情去做饭 你明白这意思吗 有的去的 基本上以老两口为多 六十多了 你说开着车 然后下来 本来在缺氧 你在做饭 就不现实 所以说 我这个身体 就我这经济的情况 我都去吃饭店去 有钱来龙虾 没钱 你就那碗面条呗 这就你看 这个经济上你自己掌握 这是人啊 就是关于人 如何科不高 然后呢你在家走的时候 你下载一个海拔图 因为那个他有 哪个穿荡线 哪条线都有 然后你看三千四千 然后基本上你走穿荡线呢 都能住的三千米以下 住的三千米以下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你像我骑自动车去 那你蹬不过去 那你一天只能走几十公里 你必须得四千米住 那住的那躺的那 老板娘喊吃饭 说前来吃饭啊 喊吃饭都不愿意动 你想呀 一天骑 就是吃饭了啊 就喊着吃饭都不 别说做饭了 当然骑自行车啊 骑自行车也不轻松更累 这是人的啊 就是人的这个高反对付的 咱们现在说车高反 车高 肯定有高反 不论拆油是汽油 最主要的 你就看着你发动机的水温 因为我这个车呢 当时水温高 每次都临界点 到了九十多 我就油脚轻点呗 因为我这是手动的啊 勤换挡 油脚轻点 然后到了拉萨 这个车呢正好有4S电 我们到这一问的人说 咱也一开始咱也不知道 他说你这个车 必须得换个高原解温器 高原咱们平时的解温器就是 我以我这个发动机为例啊 可能各个发动机不一样 我这个发动机在平原的时候 它是八十几度 这个解温器才打开 解温器的道理呢 就是有一个大循环 有个小循环 平时咱们刚启动车的时候 冷车的时候 它就小循环 这个解温器是堵死的 只是发动机这一部分 循环不足水箱 等到温度高了 到这八十七度 然后这个解温器打开 然后它进行这个大循环 去通过水箱 通过散热器 这是解温器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呢 就是后来他给换 他说我们这个有解温器呢 是到82度去打开 然后呢 就换了一个82度 结果在高原上非常好 水温也不高了 结果到了平原不行了 现在我这个表 表值它是电子显示的 总是在这平原 平原总是差一小隔 可能对发动机 从理论上讲 多少会有点包蚝油都会有增加 但是我也不想折腾它了 然后那个可能 应该也是微乎其微的吧 就理论上是这样讲 因为我有可能 没准哪天上高原 上哪的上青海了 是哪的 就不用再折腾它了 这个也省心 所以说你问你的那个 就是4S店 有没有这种解温器 发动机水温过高 会造成的发动机 把防动液喷出来 喷出来以后呢 你就要 因为你不可能带着 背那么多防动液 你就可能往里加凉水 加凉水的结果 会造成你的水泵损坏 因为现在这个水泵 是 不是里的那个轴车和什么 不是铁的 是一种 什么 咱也不专业说句实话 这个是 叫什么高瓷是什么的 因为它需要这个 防动液呢 第一它是防动 第二它有一定的润滑作用 等水就没有润滑作用 为什么那么多人水箱开了锅 再走加水 很快这个水泵就坏了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是 如果你的水泵开过 水开过了 尽量不要加凉水 然后不行你带点防动液什么的 然后呢 最主要呢 你行车的时候 往上上山的时候 不行把它换成手动模式 然后油脚轻点 看着水温高的时候呢 你把室内 就你室内的暖风打开 这暖风打开以后呢 这个暖风会帮助散热 散热呢 让你的水温呢 也能往下降低 这是就是关于车的高码 其他的呢 就是我后来开这辆车去了 没有这个的 我当时开那个面包车呢 可能老点 那个面包车呢 造了崖口 有两次突然就没刹车了 这个呢 是因为它那个高原上 现在咱们那个发动机 就是那个刹车 都叫真空助力 那个真空助力 产生了可能由于海拔高 这个空气的原因 造了具体什么原因 咱也不专业 然后呢 你造了海 造了崖口 是吧 你造脚轻轻 就跟咱们过水似的 你轻轻踏脸下刹车 踏脸下刹车呢 让那个油过去 然后解脑感觉有刹车了 你再走 有两次下过架 当时不懂吗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去 后来但是我开这个车 你没出现过这车 可能那个面包车也老点 哈哈哈 但是你还是仿着一点吧 你倒是到了崖口上去 然后下 因为它那一下山 就是十几公里 几十公里的 然后你下山的时候 用那个手动模式 挂着发动机 用发动机 产生一定的 这个制动作用 嗯 怎么 这是关于车的这个高反 也其实严格来讲 上去 要给轮胎放气的 因为咱们在平原呢 这个轮胎打 比如打四个气 到那呢 它可能就变成五个六个了 因为它在大气压墙面 就是你最简单的 你啥 就咱们这个榨菜袋 榨菜那个袋 你在下边 它是扁扁的真空的 你到上面胖子 跟胖子呼呼 就起来了 特别特别特别零 那个 因为它压 气压没那么大了吗 这是就是 关于这个车的一些啥 嗯 其他的 你带过安全是 现在治安都特别好 嗯 什么 警色了 有人问几月份最好 这个事呢 你就几月份去 都不一样 嗯 跟几个 反正我 从三月份 一直到 八九八月份 都去过 四月份 五月份 我认为不好 因为 雪景没了 然后草还没绿 草没绿的情况下呢 氧气含两量 肯定还会低 等到六月份以后 等到 到了那个八月份 一下雨季吧 也不行 雨季呢 泥洋河 一泛水 原来那泥洋河 我们去了 它那种漂亮特别美 但后来一次又怎么变成这样了 因为到了雨季了 它就下山洪 就把那水就变了 就说这么多吧 但是 西藏呢 你去 我呢 说这些经验的 你觉得对你有用的 借钱借钱 别对 我也 就是说你不论开什么车去 把时间打雨季了 二十几天 三十多天 如果你十几天 我劝你也别去 老师在家咪着得了 跟赶赶啥似的 二十多天以上 二十五六天自驾游 也最低也得 然后你能玩个大概 西藏太大了 好了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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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